歡迎收看 一時好辣 一時好辣 麻煩歡迎我們四位 帥哥好辣一時團 好 今天三位特派賓 靜南銘 這個大家一定都有 這樣的一個經驗 以前都不會發生的事情 但突然怎麼一天就變了 像以前喝咖啡不會心悸 對 對不對 天氣變了 不會什麼關節痛 哪裡不舒服 對 以前怎麼吃都不會胖 吃食物不會過敏 吸空氣就胖了 對 怎麼會這樣子呢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好 我們現在來討論討論 好 來 第一個 以前不會過敏的 怎麼現在就過敏了 我本來就很多狀況 然後就是隨著 隨著年份見真 年份啊 然後慢慢的發現異氧 你是紅酒是不是 年份 對 還滿香的 異氧還有異氧氧 真的啊 對 就是這個東西 是好像無窮止盡 就是我以前是隨時都在過敏 然後是那個養到就是全身都是 一顆一顆 就是群麻真體的 然後後來就發現 好像在前幾年開始 就是某一個時期 我就特別容易養 就是特別是像關節處 然後還有整個背 它會紅到 就是我整個人會 養到浮腫浮腫 背是從那個我的腰 然後往上會蔓延到就是 就是沿著脊子往上爬那樣 是因為你結婚的關係嗎 這應該就不養了才就 不是 它的那個 而且我晚上會沒辦法睡覺 我是晚上會就是發作的時候 特別是 只要是像洗稍微熱的熱水漲 就會發作 然後我是抓到半夜都不知道 就早上起床的時候 那個背單都會是一滴一滴 一點一點的 那應該就是 就是像徐麻疹 或者是異味性皮膚炎 對不對 更嚴重的是就是生理期前後 我大概就是看我那個 發紅的程度就可以預估 我生理期快來了 對 然後差不多開始 就是沒有那麼大片 就是生理期快結束了 而且那個會養到一個 我已經沒有辦法穿 像Legging也沒辦法穿 緊身的 對 就是它會養到整個一圈 一圈 內衣 對 鬆緊帶的位置 就會這樣扶一條一條 毛毛蟲 起完澡以後 那你特別會更腫 對 然後 你在起熱水澡 我們看他有照片 哇 你是不是被家暴吧 你這好嚴重喔 整片的耶 對 它是 尤其是背部會超可怕 這是你什麼時候 起床的時候還是 對 這就是 剛起床 大概是 我只看到身材好好 好像還不錯 真的 真的 就是大概生理期的第二天 或第三天會是高峰 像我睡覺啊 就也因為這樣子 有一段時間我睡覺 就要有一點淚裸碎 因為我也沒辦法 穿不透氣的衣服 我就想說奇怪為什麼 因為我就幫自己做紀錄嘛 為什麼是生理期前後 特別嚴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會不會有可能是我對 可能生理用品 開始過敏 然後那時候就還有那個晚上 是什麼安睡庫嘛 反正就是各種同質性的 我都去嘗試 那妳看醫生的沒有 看醫生 然後就是已經吃到就是 像那個肋骨唇的 因為止癢藥都會有一點 我已經擦到就是 因為我自己一掃掃就是 皮膚太薄 也不太讓我再吃藥跟擦 因為已經壓不下來 然後有一次 我剛好回高雄工作 然後我就只好 因為那時候走起來 我就去找他打那個過敏針 然後他就問我 他就突然跟我聊那個 就是我到底平常 有什麼不一樣 他就突然就說 你會不會對衛生病過敏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像有可能喔 因為我只有 而且我還 他講完我下一個月我就試 我就是那一次的生理期 每一天都換不同品牌 然後都一樣嚴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POFACEBOOK看看 因為就問FACEBOOK大神 對 會不會有人有一樣的狀況 對 我不曉得覺得很孤單啊 然後 把那個同病相連的都找來 黃溫成 就我一PO我傻眼 那一天一PO出 下面瞬間數百個女生 湧入說 我也對衛生病過敏 我才覺得說 我比較安心 那現在怎麼辦呢 就後來 因為他們就很多人給我意見 說像有什麼 月亮杯 然後還有 是 然後還有一個 什麼 他們就 我就真的像神農一樣 我就試 因為我已經養到沒有辦法了 然後後來試試就發現說 其中有一個 他的那個狀況 至少像剛剛那麼可怕 至少他減緩了50%以上 我就不養了 我就不養了 剛剛那個CHEMICAL說的 這其實比較簡單的理論 就像我們像藥布疹的概念 對 因為藥布疹我們要嘛 就是對那個藥布 那個本身那個材質 還有裡面加的藥 還有那個死傷口的那個貼布 對 因為就大概就是套用那個概念 第一個可能就你本身對那個材質 還有就是說 你使用的時間比較長 然後可能又夏天又工作又悶熱 悶的時間越長 那一般藥布疹應該是局部而已 為什麼你會到全身 因為其實可能那邊 就是說黏膜的話 吸收比較快 因為你對那個過敏的 過敏源吸收 然後造成一個全身性的過敏反應 那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你平常就會過敏 然後特別的季節 或是特別的跟那個MC有關係 那其實都是一種體質 有些女生就會特別在那個月經前後 不一定對生理用品 他就是那時候特別會癢 或是季節交替 或是飄雨 所以這個大概是套用這樣的概念 那你換個材質其實就OK 那可能要 另外一個就是勤勞要換 然後保持乾爽 那你剛剛說那個 就是皮膚化紋症 所以大概不能穿太緊 因為那是一種你過敏的一個體質的象徵 後來我就不穿了 睡覺誰規定要穿衣服 真的不要穿 除了睡覺以外 除了睡覺以外 真的就好了 就不要太緊太勒 對啊 所以以後如果我們穿很少 也不能怪我們 因為我們會做 是有一些生理需求 真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以前很多人 最常很多人問的一個問題說 醫師 我以前吃某些東西不會過敏 為什麼現在會 最常說的是蝦子 對 那其實有一個例子 有一天就是 我們有個醫師 那他的這個患者很好心 就是說 這個醫師都有太好了 我要提新鮮的 活跳跳的蝦子去送醫師 那你知道嗎 去看診 我們應該沒有冰箱 可以冷凍櫃可以冰 送給助理 那助理其實也沒有冰箱 好 但是應該很新鮮嘛 好 就吃回去之後呢 他說 壞事怎麼辦 我那個眼睛腫起來 跟鹹蛋超人 嘴唇也腫起來 全身好癢 他說 我以前不會過敏 為什麼現在會 他一直質疑我 我說這很正常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可能蝦子的保存 他不新鮮 不新鮮 第一個就可能 因為新鮮的 他不會分解那種組織蛋白 是 所以越不新鮮的東西 你越要注意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以前有人說 我吃蝦米不會過敏 為什麼吃養殖的蝦子會過敏 對 因為有時候跟那個養殖家的抗生素 抗菌劑 是有關係的 然後還有跟蝦子的品種 最重要就是吃新鮮度 對 以前我們還有一個學長 他為了要吃蝦子 他會過敏的人 他怎麼吃 他把蝦子夾起來 生魚片那個蝦子 一直碰他的嘴唇 我說學長你在幹嘛 他說我確定我的嘴唇 不會麻麻的 會不會麻麻的 對麻麻的也是一種 反應會那麼快 會 其實那個麻麻就是 有沒有猴頭有時候 就是麻麻的快要發作 嘴唇快要發作 他說不會 他吃下去 沒事 沒有這個是存工參考 就是說其實新鮮與否 對於這種蝦子很重要 是 而且我發現就是 只要你過敏一次 你之後就很容易 因為這個食物過敏 對 很多人都說以前不會 成人之後才過敏的 對海鮮其實蠻多的 那之後有一 不好意思 就有二 對以後大概 你都要很小心 對 可是我這個有跟醫師 不太一樣的一個小地方 我一樣是某一天開始 我跟我弟 就是某一個過年 我們吃了那個大的名蝦 沾蛋果粉炸的那個 然後我們兩個同時 就我跟我弟同時起群麻疹 可是以前我們兩個吃蝦都沒事 就那一天有事 那當然一般人就會說 你是不是吃到不新鮮的 不新鮮的蝦 可是不是喔 因為我那時候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當然第一個是先問說 你們有沒有接觸到毛毛蟲 因為毛毛蟲也有可能 然後你就確定沒有去戶外之後 他才從吃的開始問 可是醫生 那時候那個醫生問了我們 他有強調蛋喔 然後所以我們才想到 我們吃的那個炸蝦 它也有裹蛋 然後就覺得 那可能是這樣 那因為我是不吃蛋會死的人 所以我就從那天開始 我就再也不吃蝦 那我弟本身就是很討厭吃蛋的人 他從那天開始 他再也不吃蛋 然後我們兩個 就真的沒有過敏過了 就沒事了 而且還有一個很妙的事情是 像我很喜歡吃 就是台灣某個零食品牌 叫蝦味鹹 我吃它都沒事 可是因為人家都常常說 那裡面其實沒有真的蝦子 沒有真的蝦子 但是 因為我進去日本滑雪的時候 日本也有賣 他們牌子的蝦味鹹 我那天吃完之後 我晚上就起群麻疹 然後我想到原因 他日本人有蝦 台灣人沒蝦 結果我從垃圾桶撈起來 我雖然看不懂日文 但是上面有三個字 是中文的字 就是純天然 它純天然 所以我就過敏了 就是反正 反正怎樣就是 吃蝦就開始會過敏 而且它要同一天 我要同一天 胃裡面有蛋跟蝦的狀況 但是我大概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蝦味先聽說有可能用蝦殼 是啊 對 但是大家很多時候 其實不是對蝦肉本身過敏 它其實是對那個殼 沒錯 對 所以其實有可能它沒有蝦肉 它是蝦殼 那其實有些人避開蝦殼 又沒事 這個農民 農民裡面會不會寫到 怎麼配什麼 這種是蝦子不能喝酒 對不對 吃蝦不能配蛋 可是我們兩個分開 我跟我弟分開之後就在了 沒事 就很安然 奇怪了 但龍蝦我可以吃喔 不懂 那吃貴的 龍蝦可以吃喔 很奇怪喔 龍蝦跟蝦不一樣 有那個夾子的也會過敏 吃沒夾子的也不會 所以很多狀況 超多的 但是我沒有真的沒聽過 蛋跟蝦在一起會引起過敏 我沒聽過 就像你吃的是炸蝦 那個AV10 AV10它的果物可能裡面 也有一些其他的 因為炸粉有可能保持 如果不當 它還會有塵蟎的問題 那塵蟎的量一大 還是有可能會過敏 所以其實很難去抽絲剝繭 人體的那個過敏反應 其實就是讓你去 防禦外在的變化 對 所以它很複雜 它會是一個動態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一個60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是第三級的大腸癌 那第三級的大腸癌 也做完化療了 然後後來有一天 他就跑回來跟我講說 他說你給我開的消化藥物裡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會引起 過敏的一個東西 我說沒有啊 一般就餵啊 餵啊 你都吃那麼久 怎麼會突然間會這樣問我 然後他就是說 他以前啊 就是剛開完刀的時候 那個那段時間人家說 台語就是說蝦比較毒 所以他們那時候開完刀 常常會不吃海鮮 會不吃蝦 那做化療期間也沒有吃 可是做完之後呢 他就開始想要正常飲食生活 開始吃的時候 吃蝦子就會過敏 那我當然第一時間我也是認為說 會不會是蝦子不新鮮 我就請他說 我開定你的藥物沒有 你就改吃新鮮的蝦看看這樣 結果那一天下午他就跑回急診 因為我叫他吃蝦 他說你看你叫我再吃蝦 我都過敏起來 然後變急性過敏的一個群麻疹 那我就對他也很不好意思 那我就跟他說 那他現在就是 的確是對這個蝦會不過敏這樣 那我們在醫學上來講 有常常會遇到就是說 尤其是我們有在做癌症的醫生 常常會發現就是說 做完某些療程之後 或者是開完某些重大手術之後 病人曾經對某些東西都沒有問題的 突然間過敏了 然後也有遇到說 開完胃癌反而不會過敏 這種都有 體質改變 因為你身體的一個 尤其是有在接受過化療的病人 你身體的整個免疫跟防疫 會重整改變 完全大幅度的一個改變 所以你對於那個過敏 因為過敏它有很多很細微的一些基礎 你那個就是外來的東西 來了你的反應 你會整個那個流程 可能就改變掉 所以就改變你對過敏源的這個 會變得不一樣 那甚至我們有遇到就是說 開完減重手術 那本來減重手術完 叫你說你要多吃蛋 多補充蛋白質 他開完減重手術後 對蛋開始過敏 那就分倒 我們就只能說 你要多吃豆類 改吃瘦肉這些 所以重大手術它會引起 還有加上這種所謂的 標靶治療化學治療 它常常會引起身體一些免疫 一些特殊的一些改變 那一般人如何去克服這些東西 如果說可以的話 盡量還是有一些好的一些 維生素的一個補充 然後呢 要一個好的一個作息 跟運動的一個習慣 這會讓你身體在面臨 外界的一個變化的時候 它稍微的調節能力會好一點 我說那個運動真的有效 因為我之前鼻子就是過敏很嚴重 可是運動之後真的就改善了 然後反而是以前不會過敏 像我媽我弟以前不過敏 可是他現在就超級嚴重 就像我以前一樣 一早起床就是跟過敏相處 就要去運動啊 對 真的就是 剛剛陳醫師講的 他人家做化療 他本來一頭白髮 做化療頭髮慢慢變黑了 長黑頭髮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啊 最近因為那個很多人在打 新冠疫苗嘛 打完之後感覺好像我體質改變了 後來我臨床觀察 其實除了我們講打化療之外 其實還有幾種狀況 體質真的會改變 一個是青春期的時候 小朋友很多時候過敏兒啊 什麼起床 過了青春期開始運動 變換成另外一個人就在 第二個是我們 女生來那個月經的時候 那時候也會改變 那一個是 媽媽在生產完之後 本來整個不會過敏 怎麼突然間變成一個大過敏的 那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在停經期 男生或女生邁入停經期之後 更年期 男生要怎麼知道 男生也有更年期 你如果說你的另外一半 對 因為變得 你知道那個moment喔 變得那個陰陽怪氣很囉嗦 那時候就是男性的更年期到了 OK OK 那我在講說 現在人其實養很多寵物 狗狗貓 大家知道其實過敏 除了我們食物過敏之後 很多對貓毛狗毛 還有一些皮屑會過敏 我就講我實際 我自己的案例 那時候我是朱元醫師 然後我認識我老婆 那時候是我的女朋友 然後我家裡養了一隻貓 那是前任女友留下來的 那他都不知道 能夠 能夠摸你對不對 那我要謝謝那隻貓 因為我老婆每次要來找我 那時候剛認識嘛 女生總是要比較矜持 不好意思 他就會說 我要來你家看貓咪 所以那貓咪是我們的那個媒人 他覺得這好像是前女友留下來的貓 好像不好 他說當然要自己貓 貓咪不久之後就長大了 那長大又喜歡 好想小貓之後 後來就開始越養越多 越養越多 我們家最多養到十二隻貓 天啊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那我現在養幾隻貓 現在零隻貓 愛貓的人很難去說 會突然間養那麼多貓 又不能養 這發生什麼事 就是即使我老婆 在懷第一胎的時候 我們家還是跟貓在一起 你知道貓有那個叫公僵蟲病 很多時候孕婦是不行的 那我們說我們家 我們家養的是非常可愛 那種加飛貓 叫一種短貓 然後就用包子臉 然後鼻子 那種肥嘟嘟的 很可愛 那後來到了 我老婆生老二的時候 突然間一直過敏 一直過敏 我們還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什麼 我們把房間弄得很乾淨 沉滿什麼 可是只要碰到貓咪就過敏 我就想不可能啊 就是他已經養貓 已經這麼多年了 已經十幾年 怎麼可能 可是直到最後 他去別人家 玩別人家的貓 玩別人家狗沒事喔 玩別人家貓回來 馬上就大過敏 慘了 我們確定過敏原就是貓 那一群貓子 貓孫 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就忍痛送給親朋好友 對 還好貓咪都很可愛 大家都很喜歡 那後來 當然我老婆就不能養貓了 我老婆好喜歡貓 所以他的在臥室啊 掛很多貓的圖 貓的雕像啊 那因為我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啦 我就想說 或許有一天你停經了 反正你快停經了 你給你掌聲一點 你給你掌聲一點 郭醫師 你這一集叫我不要給你老婆看到 這是說實話 有可能停經之後 其實我們都一些比較嚴重的 自體免疫疾病 在停經完 反而就會改變了 那當然我再補充一個 就是很多時候的女孩子 在生完小孩之後 莫名其妙就突然養起來 可是你找了半天 都找不到原因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你食物什麼都沒有 那有可能是一個 壓力性蜘蛛症 這個在案例好多 就是說你處在高壓 尤其在女生 三四十歲那個階段 就一直處在一個 莫名其妙就養起來 有可能風一吹 我們以前蜘蛛症叫風整塊 為什麼 那叫風一吹 他就整個就養起來這樣 那這個有時候 叫他自己要懂得抒壓 有時候不見得是 真的是一個過敏 那我老婆那個真的是貓嗎 不是壓力蜘蛛嗎 我沒有看過壓力蜘蛛 我現在也變成過敏專家 我跟你講 其實我之前是 很少很少會過敏的 就是有時候那種輕症 灰塵 簡單 但是一點點沒有像 前面聽的那麼的嚴重 但是在台灣最近 有一次我們去吃一個 希臘料理 但其實是一般就是雞肉 菜啊 一些看起來就很正常的菜 吃完 吃完那頓飯 我就開始覺得 喉嚨癢癢癢的 鼻子癢癢的 眼睛癢癢的 然後我在想 應該是 冷氣不乾淨吧 應該是 灰塵 灰塵啊 沒關係我出去一下 我朋友也跟著我出去 然後我 我都沒有好 反而是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在想 應該是 你們在抽菸 應該是在抽菸 我就 好沒關係 我差不多要回家了 開車 從新竹到宜蘭 到了過了台北 快要到那個樓盤裡面 我的眼睛已經變成 很像兩個蘋果 很嚴重耶 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嚴重 從這樣變那樣 而且那個鼻子 沒有辦法呼吸 只能用嘴巴呼吸 可是也是腫腫的 我就本來是很喜歡 開快一點 因為我不喜歡人家 在隧道開很慢 很討厭 是 那天 那天被人家慢 那天我是最慢的 我開超慢 後面又一排一條龍 這樣 慢慢開 到了過了隧道 看到宜蘭 我就知道要去掛急診 我真的不行了 然後想說好沒關係 我到了急診有醫生 我一定可以 就是他一定會安慰我 一定是沒事沒事 結果他看我 他說什麼 他說 你怎麼了 我說什麼 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所以一定要打針 說OK OK 好打針 打針一個針嗎 兩個針 現場就好多了 但是眼睛過了三四天 才回到正常的 但是喉嚨就好了 鼻子好了 當然大家都跟我說 你應該是過敏 然後就叫我去查 那個過敏源 但是拍不到 太滿了 所以我的另外一個 有一個中醫朋友 他跟我說 應該是說 因為你的身體的狀況 其實不是很好 氣虛 所以不管你 就是你遇到一些東西 讓你的身體有困難 你的反應會非常非常的大 是 所以你不知道過敏源 但是你可以調整 你的身體 體質 體質變好 遇到狀況 就會好多了 對 所以我就從那次 我這一輩子第一次 我就吃了中藥 吃了好幾天的中藥 還有去針灸 真的覺得 好多了 身體體質變得好多了 我之前遇到什麼 其他的 比如說有灰塵 或者什麼 冷氣不乾淨 這些東西 我身體比較沒什麼反應 其實就可能 子龍那時候真的是太累 所以我現在都 叫人家打疫苗 一定要睡眠充足 狀況好 才去打 比較不容易過敏 這非常合理的 那研判起來 應該還是跟食物有關係 只是說你很難去界定 哪一個食物 因為剛剛講的配料 甚至他加了佐料 蝦油什麼油膩很難說 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是有可能 你那時候狀況是一個不好 那時候其實很危險 這時候一定要趕快去掛急診 那其實打新冠疫苗 其實有人去分析 打新冠疫苗這個過敏 產生過敏的機率 比以前打其他的疫苗 包括流感疫苗 高很多 高很多 大概十倍 然後其實分析起來 男生還是女生容易 女生多 乃哥真是厲害 女生比較多 而且比例相差很遠 而且真的是年輕的族群 其實蠻多的 那其實我們分享一個 我們醫院的一個營養師 大概三十幾歲 因為一開始 第一批醫務人員要先打 那第一批他就打AZ 打完之後他就說 奇怪怎麼喉嚨覺得癢癢的 跟子虹一樣 全身很嚴重 他就有點受不了 那他說 你對這個可能AZ會過敏 可能你第二劑要打不一樣的 那大家都知道 後來有一段時間才能夠混打 那就是打不一樣 好不容易等到 莫德納 莫德納 那是先莫德納 打莫德納之後 結果怎麼樣 送急診 過敏更嚴重 對更嚴重 他就是喉童水腫 就直接喘起來了 不能呼吸 眼睛就腫起來了 就跟子虹一樣 就趕快去掛急診 那時候說你不打第三劑 可能要這個每個禮拜 天天快篩 都每天要捅鼻子 那時候他好 硬著頭皮 他再去打第三劑 不過後來他打第三劑 因為那時候應該是沒有換 因為那時候還是只有莫德納可以打 不過後來他第三劑打 他說還是有過敏反應 但是他第三次他可以接受 他有 他一定要在醫院多觀察一下 他過敏反應沒有像第二次來的 所以這故事告訴大家就是說 第一個你一定要狀況好 然後你以前有過敏 也有人打流感疫苗會過敏 但是打新冠更嚴重 所以其實這個有過敏體質 然後以前曾經對疫苗過敏 一定要跟醫師好好的講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要跟醫師告知 然後最好是換部一樣 然後一定要待在醫院 醫院 因為根據統計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觀察半小時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一定要有人陪你去 萬一發生什麼狀況 這樣子自己開車 那就有點危險 對 因為像我本人就是親身的受害者 那其實我就是屬於那百分之二十 不是在三十分鐘內的這樣子 對 我是打完第二劑的時候 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候 一個多月 本來人都好好的 那你怎麼還會覺得是疫苗的關係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然後想說循麻疹 開始有 我很少循麻疹的 從腳到整個到脖子 嚴重的時候怎麼樣 直接跳進浴缸 六包冰塊下去 要直接躺在裡面 一點都不會覺得冷 很舒服三十分鐘這樣子 對 這很嚴重受不了 隔天趕快去找我們 免疫科醫生一看 他說 你是不是打哪一排的 我說 對 我說這麼久會有 我說 都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就是他 我說真的嗎 開藥給我 不過馬上就好 只要吃了藥 抗處治安 免疫調節劑 吃了之後 我一個禮拜之內就好了 所以我還是呼籲 大家可以去打疫苗 不用太害怕 疫苗的過敏通常很好處理 你一處理之後 以後其實也不太會發生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去打疫苗 不是說叫大家不要打疫苗 是 好 我們看看還有哪些的轉變 冷熱溫度大改變 乾濕溫度高低 病來著 我對過敏已經是沒有辦法 在不知道怎麼面對 因為像我先生 他是很喜歡健行的人 然後他會禮拜天的一大早 把我挖起來 陪他從陽明山下走到山上 而且他要配素 我 我實在是為了婚姻著想 也是 很快 然後 但是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時間 因為我們沒辦法走太快 我就是慢慢走 然後我還記得是 有一次就是 我們這樣慢慢走到上面的時候 我開始就是身上有那個 螞蟻在爬的那種感覺 這樣 然後我整個人就開始很熱 喘不過氣來 但是因為速度又很慢 然後後來就是天氣還算有風 所以我就 那一天就是整個人很熱很熱 然後就覺得說 反正我大概 山下走到山上的時候 整個人已經變成是 就是像一尾紅蝦這樣子 然後整個人是這樣種種的 就奇怪大家流完汗 應該是會消腫 結果反而越走越腫 然後當天是還好 就想說吹冷氣 結果隔天 早上開始 我整個人很像是 住在那個熱乳裡面 我完全沒辦法呼吸 我知道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是整個人是 喘不太過氣來 然後那個視線開始會有一點 我覺得我就是會 一陣一陣模糊 然後就覺得不對勁了 我們就立刻去看那個掛急症 醫生就立刻說 你知道好嚴重 你皮膚已經沒辦法呼吸 你這個是沒辦法調節溫度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你最好都不要太劇烈的運動 那我想說完蛋 因為我那天就直接打針吃藥 然後那個醫生還很可愛 因為就是剛好遇到一個 比較就是權威感的醫生 他就說 你穿這麼少怎麼還會 就是 就是呼吸不過來咧 我說 我是以為來看你來穿這麼少 然後我就說那這樣 我接下來這一個禮拜 我只能穿更少嗎 他說 可能也是可以 然後你問他說 那我還可以上課嗎 他就說不要 可是因為我已經沒辦法 因為課都已經排好了 是喔 所以我當天晚上 我一上課的時候 我就把 我就請助理把所有冷氣 開到最強 可是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也感受不到冷 我就是真的完全 我就覺得我那個 那一天 雖然我已經壓下來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 感覺到我 在呼吸的那個感覺 然後也不能激動 因為上課你還是要 帶一下學生嘛 對啊 所以我就 我還自己寫的紙條 在那個station旁邊 就想說我如果過去 我就要提醒我自己冷靜 不要激動 所以我如果很想 那時候五六七八 你不知道自己虧回來 不要說老師變了 對 因為就只要一激動 我整個人就是 你知道瞬間就是又熱 燒熱 然後就開始又癢 真的到最後的兩三天 我上課真的就是 我還被課訴說 老師穿太少 真的 因為他們說我學生 沒有辦法專心 然後從那一天之後 我就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拒絕我先生 早上約我去健行 其實chemical那個 應該是一個熱疲勞 或熱衰竭 而不是到熱中暑 我們講說熱 在散熱的時候 尤其在一個比較高溫 潮濕跟濕度也有關係 你可能前一天去沒事 那也乾燥 可是那一天可能是濕度 也特別強 那加上你就整個 會悶悶思思在那邊 人就會很累 累好多天 但是那個 如果說我們所謂的 已經到熱中暑 是已經出現一些 中枢神經的一個症狀 散熱開始會抽筋發抖 什麼那個死亡率是很高 所以到熱疲勞 或是熱衰竭的時候 就要趕快去通風 比較涼爽的地方休息 就醫 多補充一些涼水 然後大部分都會改善 不要讓他撐撐 撐到最後會熱中暑 急性腎衰竭 甚至昏迷死亡 我自己先講 我是疫情前的一個案例 一個五十歲的一個男性 那有一次也是大概在 這個春夏交際的時候 他跑來跟我講說 他最近只要進辦公室 他就兇門這樣 我說廢話 我每天進醫院 進醫院 對啊 我說你那壓力大 因為都熟了 因為壓力的關係 我說你自己要放輕鬆 什麼的 他說不是 陳醫師我真的覺得 胸口會悶悶的不舒服 當然因為他是我高血脂的病人 我就想好 那不然我幫他做個 心臟超硬波的檢查 那些包括頸動脈 怕他真的有一些 什麼心血管的問題 真的是有一點狹窄 但是狹窄到 就是也沒有到 需要做進一步治療的一個地步 後來到了暑假之後 大概三個月回診 他就說 陳醫師我找到原因了 他說他上一次 差一點在山上就不行了 因為他那時候 就暑假的時候 帶家人跟朋友去山上玩 那時候一下車的時候 他胸口就已經悶到緊 到差一點昏倒在當地 然後就送當地的那個急診救護車 再送到山下 那時候當然他還是沒有這種 所謂的那種 真正的心肌梗塞的一個狀況 他發現他是溫度的關係 溫度突然間變很大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胸口 有一點這樣縮起來的那個感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說我們人體 一般在一個很熱的一個環境 像我們的血管是舒張的 要散熱 但是你瞬間到一個很冷的地方的時候 血管會瞬間收縮 但是如果說你原本的心臟 就不是那麼的強大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對這個中間的轉換期 沒有轉換得很好 有溫度 為什麼他當初 每次進辦公室 他就會覺得開始不舒服 因為剛好春夏交際 外面熱 濕度也高 他一進辦公室又乾 然後又突然冷氣很涼 他就 那沒有像山上溫差這麼大 但是他就會覺得 開始悶的感覺 那這種人呢 以前在冬季的時候 也非常非常容易 突然間下去泡溫泉 就休克或幹嘛 他如果溫差很大 或者是突然走出去外面上班 然後外面再寒流 他可能就倒在家門口 所以突然熱也不行 突然冷也不行 我們聽得最多了 原因跟他的高血脂 會有些許的關係 所以還是請他 把高血脂的部分 還是要好好的維繫治療 我們講運動 飲食還有什麼 睡眠 充分的睡眠 像Kimi 我會講說陽明山 陽明山他基本上這樣 他的那個濕氣是很重的 所以我真的對陽明山過敏 可是如果你一直住在陽明山 就會免疫 就像我剛剛也是有那種冷熱的問題 比如說像 之前前一陣子才結束了龍舟賽 然後因為我有比龍舟 所以那兩天超級熱 就是龍舟賽那個週末 是熱到爆炸 那我剛好龍舟賽結束的那一天 我就是驚起來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回家 吹冷氣 就整個擺爛這樣子 然後回去吹 我就覺得天啊 真的是很舒服很爽 可是我後來就開始會翻來翻去 不知道哪裡不對勁 也不是熊門我有注意 然後反正就不知道哪裡不對勁 後來我發現我是 所以導致我整個人 渾身不對勁 然後我本來有在想說 是不是我經期來的關係 所以會頭痛 可是我有去洗澡 比如說洗澡的時候這樣 就脫離冷氣了嘛 就沒事 我甚至出去外面 走兩圈的時候也沒事 反正是 所以我就發現 我的冷熱的問題 是在頭痛這件事情 就不是熊門上面 因為我之前去比鐵人賽 然後也差不多是五月 四五月那種很熱 五月多很熱的時候 因為五月其實在我們模特兒來說 是珠寶的旺季 就是要做很多珠寶秀 然後我每一年這個時候去比賽 我們公司都會非常不高興 就是會覺得我會曬黑 然後廠商會打來 罵我罵人 就是一直警告我說 那你就不要曬黑 不然你就不要去比 我會在游泳要下去之前 就先擦 防曬 非常厚的防曬 而且我的防曬是 先擦乳狀的再噴 就是兩層這樣 定裝是吧 對 定裝 然後再來就是 上岸之後 游泳上岸之後 不是就要換成騎腳踏車 對 我就開始那些防曬的東西 都套一套 然後也是又再噴一層防曬 我差不多一直騎 就是 就是整個人已經 熱到沒有辦法 透氣的那種感覺 散熱 而且因為我們為 騎腳踏車為了要省時間 我們如果中間想要尿尿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直接尿的 就是邊騎腳踏車邊上 然後那時候發現 我上出來的那個尿是 就是真的會感覺好像 要把自己燙傷的那種 就是覺得自己溫度已經失衡了 然後後來我是真的騎騎 騎到七十幾公里的時候 我已經看那個地上的那個線 已經出現跌影了 所以我就趕快覺得 我如果等一下一定會出車禍 是 就趕快下卡鉗之後 就躺在路邊 然後等那個救護的 因為他們會有巡邏的人來救我 但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他們說一般人氣賽 就是會到樹蔭底下 怎麼會有人像你這樣 躺在大太陽底下 就這樣躺在那邊 是整個是炙熱在燒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完全 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 你覺得再下去會出問題 再下去我應該會出車禍 然後所以後來他們把我送回去 然後送回去第一個 其實也不是什麼灌冷水或幹嘛 我第一個是要先卸掉 我身上那些卸妝的東西 你知道卸完之後 我才開始出汗 然後整個人的中暑狀況在 對 真的有防曬油會這樣 我也有 本來就是啊 真的是我唯一一次比賽中暑 對 我後來就覺得 反正如果我要比賽 我那陣子就不要工作算了 就是二選一 就但我也不要把防曬 擦成那個樣子 實在太危險了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會說穿長 你看我就是會穿那種袖套 我知道啊 對啊 整個包得緊緊的 還有腳套 就是能不要曬到就不要曬到 然後其他地方就狂擦防曬這樣 對 皮膚是我們表面積最大一個器官 它會把你多餘的一些熱去把它散掉 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用各種方式是為了防曬 但是你把它 讓它失去它散熱 跟感覺外界溫度的感知功能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你的中樞神經 那個真的會致命 我們在講說你的那個所有的 其實我們的很多都會散熱 你的那時候尿液的溫度 真的是上升的 它在散熱 第二個是你的尿液 因為你之後流汗或怎麼樣 極度的濃縮 所以小便很濃縮 第三個你肌肉正在運動的時候 它產生很多的那個 有時候有一些輕微的那些 肌球蛋白會跑出來 然後小便會呈現一個很酸性的 又有很多的雜質在裡面 所以你會更嚴重一點回去之後 假設那可能就會有一些 所以那個事實上是已經 影響到你的腎功能的那個狀況 真的要非常小心 好可怕 那我當然我今天要再補充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一對年輕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急診室的時候 有一對早上而已 那一對年輕的夫妻 先生送太太來 因為太太早上一起床 就昏倒了 然後撞到頭 然後他叫不行趕快送過來 那送過來我們第一個 就先做了那個電腦斷層 那電腦斷層 沒有爐內出血壓的 可是躺在那個床上的太太 慢慢慢慢就醒過來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也搞不清楚 一個年輕的 你就不像中風又什麼 那後來檢查了半天 發現他的血壓好低 他血壓躺在那邊 只有80 over 50 沒事情為什麼血壓那麼低 又沒有感染 又沒有過敏 又沒有心臟病 為什麼會這麼低 又沒有出血 那他就說很奇怪 他先生就提供線索說 會不會是熱病 熱到生病 他說他們搬過去新家一個月 那這一個月 他太太人怪怪的 早上起床怪怪的 已經好幾次 只是這一次特別嚴重 他有時候爬起來就會暈 但這一次是真的就跌倒 撞到頭 大家有沒有經驗 你們喜歡量體重 什麼時候體重最輕 早上起床 你可以看睡覺前跟體重 有時候可以差一公斤 有時候甚至差兩公斤 這代表什麼 我在晚上我的流濕流汗 可以增上一千到兩千CC的水分 因為他搬新家之後 那個冷氣 房東那家冷氣是 不願意幫他換新的 所以一直很熱很熱 那我們後來發現 這個太太平常就不喜歡喝水 那加上整個水分一沾身 就類似 大家有沒有去泡那個溫泉 你看他一直逼汗 逼汗 你就不起來 十分鐘不起來 二十分鐘給他逼到最後 你就會休克昏套 因為那個叫脫水 他已經水很少就脫水 我就覺得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兩個方法 第一個 不要去管房東 趕快去買一台冷氣 第二個就是 多喝一點水 在睡覺前多喝點水 其實這很重要 其實每次在夏天 早上清晨的時候 很多人心肌梗塞或中風 就是因為我們整個晚上都沒喝水 那我們 血液就是在清晨的時候大濃縮 然後如果說你血管有堵塞 就心肌梗塞 就中風就跑 所以大家只要 如果睡覺前 或說睡覺前有種 怕飲料不敢喝水 我會建議你用一個保溫杯 然後就要起來上個廁所的時候 你就喝點水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了解 那其實天氣一有變化的時候 我們科教注意幾件事情 例如一有低溫特報的時候 就有腦中風 腦出血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就是大雨特報 那大雨特報的時候 我們也常常會有一些 脊椎肌肉關節的病患 他們就會回來了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 比較嚴重的一個 30歲的一個女性 年輕人這樣子 對 本身有一點點自體免疫疾病 可是來找我是因為 頸椎的椎間盤突出 脖子痛 手麻整條都麻這樣子 晚上睡覺沒辦法睡了 所以只好來開頸椎的手術 開完都很好 都沒有事情 也就是前一陣子 那一個月的下雨 她就回來 就跟我說奇怪怎麼這邊也痛 那邊也痛 脖子變得更嚴重了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這邊要講的是 其實這個濕度 下雨天跟我們的脊椎關節 也是有關係的 那其實歐洲有個大型研究來講說 脊椎有問題的人 三分之二人他們宣稱 他們在天氣有變化的時候 會變得更嚴重的一個狀況 所以蠻常見的一個情形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想像我們的關節 脊肉軟組織 它是一個氣球 當外面的氣壓有變化的時候 會影響到這個氣球 所以當氣壓一低的時候 氣球膨脹 骨關節肌肉膨脹發炎 腫脹不舒服 所以其實這日本也有做過研究 把脊椎病的病患 關在一個密室裡面 直接把氣壓調低 十一個有八個 馬上就痛起來了 其實為什麼有些老人家說 我的膝蓋是氣象戰呢 為什麼 因為天氣只要氣壓一滴 是 還沒下雨之前 氣壓一滴 它就開始痛起來了 那其實也跟剛剛 跟陳醫師 鴻醫師講的一樣 其實這種在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一些保暖 一些環境 讓自己不要有太劇烈的一個變化 這樣其實都可以這樣度過的 是 甚至有那種室內中暑 沒有出去外面運動 就在室內就中暑 對啊 在加拿大 你那個在家裡面 大概二十幾度三十 二十幾度 快三十幾度 你就受不了了 更不要開了 我們不要講 都沒有開冷氣的情況下 那個 它那個 因為紫外線的關係 關係 還有乾燥的關係 你會覺得很熱 所以為什麼現在氣油暖化了 整個那個 以前他們都不裝冷氣的 現在都要裝冷氣了 要到了夏天已經受不了了 像譬如說你剛剛有分享 會頭痛 我也是屬於這樣的 就是如果我冷氣直接吹 或太冷的話 我會很不舒服 如果外面溫度低 沒有關係 冷氣就是不行 對 這個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血管 比如說你在溫度低的時候 它是要保暖 它就會收縮 可是在溫度高的時候 它就會放鬆 對 血管這樣收縮放鬆的過程 假設你 劇化變化太劇烈 會造成一些 自律神經病變 甚至產生一些頭痛 噁心想吐那種感覺 那個倒就是劇烈太大了 要稍微緩和一些 那有一種就是 像我常常開車 然後裡面是開著冷氣 然後我開很久 開到南部 開到墾丁 然後就 同一邊的太陽 就一直曬 然後曬了 那個這邊好燙 這邊好冷 有時候那可能是光明感 也有關係 曬上一樣曬 它就很累 那是一種對紫外線的 曬一邊 那是有可能 因為像是如果我是被載的 我坐在中間 有太陽或什麼都還好 可是如果自己開車 它就是都只同一邊 一直上 因為你要很注意力集中 對不對 彥均你知道那個擋陽板 是可以拿到左邊的嗎 是 你把它擋一邊拆掉 把它擋就可以擋住這一邊 對 後來我就知道要這樣用 擋要綁住在這裡 對 要看那個太陽光線的角度 有時候真的擋不到 我發現 冷弱的還有另外一種 因為天氣冷的時候 有人的過敏是乾 他會說 醫生會說 其實那不是過敏是你太乾 然後乾的那種癢 但是我發現 我之前有過一陣子 他是夏天也會過敏 然後夏天也是全身一直癢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太陽沒有直接曬 但反正就是會一直癢 我後來到處看各種皮膚科 都看不好 可是我後來看到有一個皮膚科 他講了一個理論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我之後去 用他的方式改善之後就好 比如說 他會說是因為夏天熱的時候 其實你的毛細孔 有些微的出汗 但是你那個毛孔裡面 就是有那種一點點 可能有那種汗珠類的東西 你沒有馬上把它洗掉 擦乾 因為你不可能一天一直洗澡 對 或是你沒有馬上把它擦乾 對 然後他就 對 就是夏天過敏型那種 毛囊阻塞的發炎 然後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要回去試試看 就是一天多擦四幾次 就是用這個方法 然後之後就發現就會真的比較好 而且我們都穿那種運動型 就是排汗很快的 可是其實 因為就排掉你就會覺得 又乾了 從濕了又乾了 所以你就忘記說 其實他很多的細菌 或是那汗 大家都在你的毛孔那邊 然後就超容易長一顆一顆紅 沒有 有些人 還是被紫外線過敏的也有 紫外線也有 有一個四十歲的女性 她就是覺得 一般我們就說 手腳四肢冰冷 那會覺得說 然後去補 找一些種 奇怪怎麼補 就是很虛能 直到有一天 她去幫她的女兒 她去幫她縫那個衣服 那真不小心 扎到她的手指頭 那手指頭 就有一個傷口 一個潰瘍 都不會好 那她去找那個整型外科 還開刀把那個肉挖掉 重點是挖掉就好了 她說不會好 就傷口一直不會好 然後說她去大概看了 大概半年也吃抗生素 怎麼都不會好 那她後來發現就是說 她的朋友告訴她說 妳的皮膚怎麼最近 越來越光滑 是不是有去拉平 她沒有 其實她說沒有 她就覺得怪怪的 她一直以為她是糖尿病 那事實上 她驗血糖都是正常的 她後來發現奇怪 她去倒垃圾的時候 她去追垃圾車很緊張 怕她會丟不到 她發現她手會變顏色 她 她會手會變這個發白 發紫 發紫 發紅 那這邊其實看一下這照片 這個是同時的 然後 這邊很白 綠色的很紅 然後也有紫的 也有紅的 她不是 她不是全部的 對 她是每一支是可以不一樣的 不一樣 因為她白就是可能缺血了 然後缺血到一定程度 她就變紫色的 對 那之後血管又打開了 她又變紅了 她可以同時 一個手看到不一樣的 像霓虹燈一樣 對 七彩霓虹燈 然後她去這種 其實通常他們去冰箱拿東西 她會發現怎麼手都變奇怪顏色 她才發現不對勁 她這個不是糖尿病 不是血管問題 她其實是一個叫做 雷諾式現象 雷諾式現象就是天氣遇冷 或是情緒一緊張的時候 她的手指就會變顏色 那這個其實跟一些自體免疫疾病 是有相關的 後來就是說來我們這邊 才發現其實她的皮膚變得很緊繃 但嘴唇變薄 事實上這個叫硬體症 經過這樣 所以她說黃醫師還好遇到你 她說以前冬天她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其實可以住院打那個通血管的針 她的手就不會再潰瘍了 不然以前她冬天她手都會潰瘍 然後她都要去開刀都不會好 所以這其實是 對 是一個自體免疫疾病 所以今天節目很多朋友看到 我們今天節目整個的這些資訊 一定幫助很多 所以當這個身體出現狀況的時候 出現改變的時候 千萬不要大意 要真正的尋求醫生了解 諮詢甚至要治療 大家才能夠有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身體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小鈴鐺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